里长设置爱心必乡提供各式各样的食材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自行来取用 到底这位热心助人的好里长是谁 为何他会有这样的动机想法呢 以下是我们的报道 为了要帮助弱势族群或者是学生 新北市政府在102年开启了新北保卫站配合便利商店 提供餐点给需要的学生许用 而现在淡水区新民里里长也运用同样的概念 在里办公处旁边也是新兴国小侧门口设置了一个爱心冰箱 里长说这一个冰箱里头有各式的物资食材等物品 若是有需要的民众在固定时间内都可以来自行取用 我们从今天8月15号开始 然后在新兴国小的侧门旁边这边设置了一台爱心食物冰箱 就是说让民众可以一起过来参与 如果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自行过来这边领取东西 我们这边是不求对象也不问何人 不管你的家境怎么样 只要有需求就可以过来领用 里长说设置这一处爱心冰箱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学生或者是需要的民众 提供食材或者是食物 并不限定特别对象 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来这边取用 但里长也希望能够用多少拿多少 让大家都可以使用得到 这样子才能够珍惜资源 让爱心可以更加的照顾到真正有需要的民众 因为这边也是在新兴国小的侧门旁边 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照顾更多的学童家庭 然后让他们说可以食物无缺 如果真的有民众然后过来说 冰箱里面东西空了也没有关系 也欢迎打里办公处的电话 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提供一些物资来给民众 当然我们也欢迎如果有要捐献食品罐头的民众 也欢迎说可以跟里办公处然后来联系 里长说其实里内有许多里民平常都会种菜 常常会拿多的自种蔬菜送给大家 而另外爱心冰箱的物资来源 也会用到新名利黄金资收站所换取的基金 来构计生活物资放在这个冰箱当中 而里长也希望放在学校旁边 可以方便给小学生拿取 也希望提供平台来散播爱心 记者许多安一带去采访报道 spring 好 ��